0056因为今年的年度出席秀要登场了 很多人就在讨论 我在出席之前要不要买进 跟着姐夫来理财 口袋满你跟着来 欢迎收看品观点 跟着姐夫来理财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姐夫 罗继夫 最近台股跌得咪咪帽帽 我想大家心情都不好 不过我们也长讲 在股市下跌的时候 其实你也应该好好来 检视一下自己手中的持有的标的 还有去寻找下一波 你可以来攻击的标的 我想ETF当然就是很多人希望 在下一波可以攻击的标的 最近ETF的市场有一件大事 那就是0056的年度除席秀 将要在下个礼拜展开了 它的除息日是定在10月19号 最近网络上很多的讨论 这一次每一股会配发2.1元 我看很多媒体说 这个是有史以来新高 但是我查了一下资料 其实之前还有比这个更高的 是在2011年的时候 曾经配过每股2.2元 不过不管怎么说配2块以上 算是0056一个少有的记录了 好那以配2.1块这样子的一个配息的情况来看的话 依照目前的股价来估算 它的配息率将近8% 看到这个配息率 所以很多人就要要欲试了 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 这个配息率会随着每天的收盘价不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配息率怎么计算 它每一股的配息率除以你的股价 那股价是变动的 所以这个配息率每天还是会变动 依照目前股价来看 它的确会有大概7%到8%的这样的配息率 那我们也知道0056本来就是国民ETF 好那既然大家那么喜欢0056 今天姐夫就帮大家整理出 他过期配息的资料 大家可以看到 大概只有两年没有配息的记录 这两年一个是2008年 一个是2010年 除了这两年没有配息之外 每年都配息 那姐夫也帮大家把历年来配息的情况 整理出一个表 大家可以看这个表上面 你可以看到 从他上市以来到去年为止 大概就是每年的10月会是他的除息日 那他的配息率最低大概有3%以上 3.54%这是在2013年的10月24号 那他最高的配息率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在2009年跟2011年那个时候 都超过8% 所以你可以看到平均下来 他的配息率大概都还有3%到4%以上 那如果你从这样子的一个配息率来看的话 你问姐夫会不会去买 其实我会去买的 因为你看到配息虽然有人说 可能有的配息更高的ETF或个股 有的可以配4% 5%甚至更多 那你为什么不去选呢 但我从这个配息上看起来 基本上它是相对来讲稳定的配息 那当然高高低低嘛 它随着行情不一样会有起伏 但没有关系 如果你是长期投资的话 你只要是相对低点买进去的话 我觉得都是安全的 那以它过去填息的记录来看的话 也就是大家买这样子的ETF 很多都看中的是它的配息 你配完起要能够填息 才真正赚到对不对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过去的填息的记录 它最高的填息记录 花费的时间是159天 是在2016年的时候 那花费最短的时间是在去年 只花了12天它就填息了 那我们看完它的配息记录 当然最重要的 它能够配多少息 它的股价会怎么走 跟它的成分股是非常有关系的 这边姐夫也帮大家整理出 它最新的成分股了 前十大持股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大是广达 第二大是光宝科 第三大是莲永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成分股里面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玄机 你没有发现 它其实现在是完全没有金融股的 我刚刚也讲它因为是每半年调一次 今年6月调过一次 那接下来就是12月会调 那去年它调的时候 大家讨论度非常高 就是它把阳明加进去了 我们也知道 阳明当然今年配息情况不错 可是去年它在调整的时候 它还没有真正的配出 那么好的利息 所以大家就说 那是不是你加入阳明 会影响到你的配息跟你的股价 那今年在调整的时候 有一个话题就是 它把兆风金给调掉 所以你可以看到 目前为止它是没有金融股的持股 很多人也会质疑说 你不是强调高股息 要强调存股 那为什么要把这个兆风金剔除呢 其实很简单 你看它的名称就知道 高股息高股息 我们也知道 今年金融股虽然是配的还不错 可是它的股价相对来讲 在去年涨了一波 今年上半年也还可以 所以它相对起来 它所谓的配息就没有那么高了 那它这档0056 又要去挑高股息 所以很容易就被剔除掉 那为什么要把过去的 这个配息的记录 还有成分股告诉大家呢 因为呢 最近在网络上 0056 因为今年的年度除息就要登场了 很多人呢就在讨论 我在除息之前 要不要买进 所以要买不要买 这两大派呢 在网络上呢 争论是非常的热烈 我在想 其实姐夫在节目中 也强调过一个观念 我不是强头草 但是我必须要特别提到一件事情 所有的投资标的 它没有好坏之分 这是姐夫一贯以来的这个想法 他只有什么呢 第一个 他适不适合你 第二个呢 就是呢 他到底有没有买到好的这个价格 也就是你进场的时间点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到底了不了解他 所以为什么姐夫在节目中 都会帮大家整理一些 非常基本的资料 非常详细的资料 主要就是你要投资他 你必须要先了解他 如果这个前提成立的话 我们就要聊一聊 到底现在是不是适合买0056 刚刚有特别帮大家整理出他的成分股 大家要知道 成分股的结构不一样 投资结果就会不同 那平平都是高股息 这过去在节目中也比较过 可是有人的持股呢 偏重科技类股 有些偏重金融类股 有些偏重传产类股 那如果你问我 为什么有人买0056会赚 有些人买是赔 如果你是在去年 到今年上半年 股价高的时候买的话 你可能到目前为止 有可能赚了他的股息 但是赔了他的价差 所以呢 有人买是赚的 有人买是赔的 当然问题就出在买卖的时间点 所以如果是空手的人 你问姐夫这一次 你会不会建议去买 如果是我 我会考虑 但是呢 我会用定期定额的方式去进场 而不是一次把钱都压进去 我举例来说 如果我有10万块的话呢 我可能这一次我先买个一张 而不是去买 把10万都投进去买 为什么 我刚刚有特别提到 他今年的科技类股的 比重是相对比较高的 那科技类股 我认为啦 未来的变数还有 还很多 他可能波动很大 可是呢 他这次配息率蛮高 我想 诶 这个 赚一下这个配息率 诶 我就先进场去 虽然股价会波动 但我不是把所有的钱 都丢进去 对不对 好 那如果 我进场之后 他没有填息 那我就等 那可能要等很久 对不对 那等他 他跌的 更多的时候 我还不是 还有剩下的钱 我在加码 用这种方式去买 你就可以平均成本 那而且呢 也可以度过股价波动 这个低潮期 当然前提是什么 你的资金要够 对不对 你资金不够 不可能一直这样 逢地就摊下去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是说 不建议再说摊贫 每个人有每个人 不一样的看法 你可以参考 你认同的看法 还有我刚刚讲 你适合的方法 这也很重要 好 那另外呢 如果你是很久之前的 进场的人 现在如果还有赚的话 我一定要建议你坚持下去 不要离开他 那如果你资金够的人 进场的时间点 又比较高 比较尴尬 叫你出场 你大概也不会太甘心 那我会建议一件事情 就是你可以用定期定额方式 去摊 当然还是一样 我要讲资金要够 那如果你资金是很紧 而且呢 现在呢 你的亏损又超过 15%以上的人 我必须要建议你 你是不是 要先冷痛出场 因为我刚刚讲了嘛 它的科技类股的成分 比较高 未来的波动 可能还是会很大 有可能会继续往下跌 那你自己可不可以忍受呢 因为你资金又不够 然后呢 你的亏损有可能会扩大 如果你真的 心里呢 忐忑不安的话 资金又不够 我会建议这个时候 来做这个出场的动作 也就是认赔杀出 讲了那么多 就是要告诉大家 每个人的 进场时间点不一样 你的资金状况也不一样 每个人需求也不一样 有些人就是喜欢做长 有些人就喜欢做短 如果你的目标设定不一样的话 你策略当然是不一样 刚刚列了很多种的情境 你适合哪一种情境 如果你认同解副的看法的话呢 也许你就去做做看 那当然希望大家投资 都能够赚钱 今年的0056 这个除息大秀 大家都在看 我们希望今年的除息 能够很快就让大家天气 就算没有的话呢 希望大家呢 也能够安然的度过这一段的股灾 我觉得啦 0056就姐夫来讲 它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标率 还是值得大家做长期的投资下去的 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